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13年的时候 首先提出了在紫荫山的最高峰筹集一座天文台 在1927年的时候 紫荫山天文台正式开始筹建 随后到了1934年 紫荫山天文台终于正式的竣工了 紫荫山天文台成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的天文台 但是从80年代末开始 南京的夜间的光污染越来越严重 你知道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 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 所以在夜间的光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紫荫山天文台晚间观测的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有许多天文的观测 都不可以在紫荫山天文台进行了 此外还受到了灰霾的影响 空气当中漂浮的尘埃和威力 它会影响到天文望远镜的镜片的清晰度 这个灰霾会影响到天文台 它因为需要更加频繁的 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去擦拭天文望远镜的镜头 又考虑到紫荫山天文台 它主要的观测工作 已经由青海德令哈等外地的一些地理条件 天气条件非常优良的台指来承担 所以紫荫山天文台的观测项目 在南京的这一块就逐步的减少了 除了保留了一些跟太阳黑子 太阳无线电 太阳光谱等一些 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进行的观测项目 现在南京的紫荫山天文台主要是开放给游客来参观 并且当当了天文博物馆的功能 你现在去紫荫山就可以看见保留了几座天文台的园艇 你可以在这个山顶看见 那么南京紫荫山天文台 它从1913年提出到1934年建成 到之后紫荫山天文台也随着一系列的原因 有在全国各地建立一系列的观测站 这些观测站在后来成为许多当地天文台的建立的基础 比如在1950年的时候 中科院紫荫山天文台 它原本在1938年到1946年期间 紫荫山天文台因为抗日战争的原因曾经西迁到云南的昆明 东郊的凤凰山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回向到南京了 但是当时还在凤凰山上留下了一个工作上 这个工作上就后来成为了云南天文台的前身 云南天文台它的定位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是依托中国西南地区的得天独厚的天文观测的优势 以丽江观测站和福仙湖观测站观测设备为核心 有地面的大型观测设备 依托了两个观测站的站点 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国际前沿的问题的观测研究 是国内不可或缺的中国南方天文观测和研究集群当中的一位 现在云南天文台有台本部以及两个观测站 分别是福仙湖太阳观测站以及丽江的天文观测站 在云南天文台现有的观测设备有20多台 主要有在2006年的时候引进的一个2.4米的光学望远镜 设置在丽江天文观测站 它主要是用于承担光学观测的一部分的任务 在台本部也就是在昆明的分环山 它有一个用来承担探月工程地面数据接收任务的国产的40米射电望远镜 可以看见左边这个射电望远镜就是位于台本部的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就是5年前还建成了一个1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 位于云南的釜仙湖太阳观测站 在以上的这些设备当中呢 尤其是2.4米的望远镜和1米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呢 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 紫禁山天文台在西迁到云南的这个过程当中 遗留下来的天文台成为了后来的云南天文台的前身 那么还有哪些呢 在1949年之后 紫禁山天文台曾经成立过这个紫禁山天文台的一些其他的工作站 有上海的观测站 曾经成立了上海的联合工作组 接管了当时在上海遗留下来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 徐家会观测台和舌山观浅台 以这个舌山观浅台为基础 后来呢 独立成为了中国的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那么除了上海天文台之外呢 还有在北京 有相继呢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 有成立过天津纬渡站 北京寿石台 等一系列的机构 这在1962年之后呢 就发展成为了国家天文台的前身 叫做北京天文台 那么现在也就是国家天文台 国家天文台呢 有一系列非常大型的大科学的设备 比如呢 在这张PPT的左边 所显示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呢 就是位于国家天文台新龙观测基地的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英文简称呢 就是LAMOST 它呢是位于国家天文台新龙观测基地 也就是是在河北省的新龙县 城德新龙县的一个观测站 它呢是一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 LAMOST呢和传统的天文望远镜 有不同的支处 它呢是可以对一个比较大的天区 范围有20平方度 那4000个目标的光谱 就是恒星的光谱 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的积分记录 这个记录呢可以达到1.5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长时间的曝光时间里面呢 它可以对这个光谱解析度 观测到20.5等的暗若天体的光谱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天空当中的这个星星 它的视星等 就讲假设的视星等的话 天空当中呢 人类肉眼可以观测的极限呢 可能是6等左右 但基本上呢 这个已经是非常难看到了 尤其是在城市当中 光温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基本呢 如果要看到就得看 只能看见3 4等以上的 就比如可能是1等 2等 或者0等左右的这些星星 才更加容易地观测到 那么这个天文望远镜呢 它可以观测到的是 20.5等 这个暗若的天体的目标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特别提到过了 一个人叫做郭守静 还记得吗 就是建立了登峰观星台的 那个人物 在2010年4月17号的时候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 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叫Lamos 它终于有了一个中文的名称呢 就是用古代的天文学家 郭守静来命名的 命名为郭守静望远镜 Lamos的它目前来讲 它的研究课题呢 非常多 有包括宇宙大尺度结构 星系演化的问题 以及活动星系和星系团 奇特的天体的发现 以及呢 各类恒星的光谱和恒星演化的 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可以利用这个望远镜的 专门的设计 进行特别的观测 左边呢 这个就是Lamos的望远镜 右边这张图呢 显示的呢就是国家天文台的星龙观测基地 除了Lamos之外呢 国家天文台星龙观测基地呢 还有2米16的光学望远镜 特别有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望远镜的 光学望远镜的口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张图呢所显示的是 全世界的已经建成的 以及还没有建成的 正在建的一系列望远镜 它的这个镜面的直径的大小 这张图的右下角 相同比例下的人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小点 那么左下角呢 是一个相同比例下的网球场 右下角呢 是相同比例下的篮球场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全世界这些望远镜 它的镜面的大小来对比一下 比如这个左上角 这个红色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个国家天文台星龙观测基地的 这个LAMOS的镜面的大小 是在红色的这个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它是全世界的望远镜当中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望远镜之一了 还有一些望远镜 比如这个TMT30米望远镜 以及极大望远镜 ELT这些呢都还没有建成 看右边这个蓝色的和绿色的这些 因此呢这个LAMOS在目前来讲 它的观测上呢 还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可以观测到非常暗弱的目标 在这个北京天文台的下属 也就是现在国家天文台的下面呢 还有一个观测站呢 是叫做密云观测站 密云观测站呢 它是一个无线电的观测站 站内呢最重量级的设备呢 就是密云的这个右下角 这个50米的天线了 设置这个天线的这个目标是 为了完成绕跃探测工程 就是中国的探跃工程 它的任务以及射电天文观测 新建了一个国内最大的一个天线的系统 当时最大的天线的系统 它的线高呢有56米 结构来讲呢它是由这个结构体 以及颗源和四幅控制三部分来组成的 在观测站的外面呢 还可以看见米波综合阵列 比如是左边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阵列 还有50米射电望远镜的模型 等一系列的观测设备 现今来讲呢 这个位于北京密云县的这个密云观测站呢 已经几乎不从事天文观测活动了 主要呢是用于嫦娥卫星的数据接收 如果你去这个密云观测站的网站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里面保存了非常多的 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 从月球上面传出下来的一系列的设备 包括嫦娥1到5号这个拍摄下来的这个照片 以及在月球上面的月面的月球车 它所传回来的一系列的影像的数据 你都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呢 找到有相关的数据 那么这里还可以特别提一下呢 是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 三体当中呢 还特别提及了密云的观测站 成为了这个三体这部科幻小说当中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阅读一下这个科幻小说 北京的密云观测站之外呢 紫荆山天文台 我们又回到紫荆山天文台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由于受到这个光污染的影响 有一些观测设备呢 已经就移到了青海的德令哈 那么在当地除了有光学的望远镜之外呢 比如中科院的紫荆山天文台 青海观测站 它在1982年的时候开始建设 那么位于青海省的第三大城市德令哈 海拔呢是非常高的 有3200米 德令哈的这个天文观测基地呢 它建成之后呢 有一个13.7米的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那么我国的这个毫米波段呢 在这一台呢 是唯一的一台大型的设备 那口径呢是13.7米 主要呢 它的观测目标呢 目标就是用于 宇宙毫米波的射电天文观测 它可以用于研究银河系内的 分子云与恒星形成 而且呢可以研究行星状星云 恒星晚期的演化 以及星际介质物理 星际分子的普现寻天 等现代天文学的 天文物理的若干前沿领域的 天文观测研究 这个望远镜呢 曾经发现了100多个星的 水迈泽和200个 银河恒星形成区域的 高速气流外流源 这个天文望远镜 望远镜的设备 对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呢 都是开放使用的 真的是紫禧山天文台的 青海观测基地 对于中国的大科学的 这些设备来讲呢 中国最著名的 现在最有名的 最出名的就是 这一个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就是这个FAST 名称就是FAST 就是取的这个英文 就是500米口径的 球面射电望远镜 它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 一座无线电的望远镜 FAST呢 它位于贵州省 就中国的西南 西南方向的平塘线 一个叫做大窝荡的 一个凹地 这个地方呢 它利用这个卡斯特的 特别的这个自然形成的 一个卡斯特的挖地呢 它的地势来建设 它的主体呢 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工的 在2016年的时候落成了 FAST呢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单一口径的 射电天文望远镜 一系列的建设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利用 万维望远镜 来特别的看一下 在万维望远镜当中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呢 就是在中国版的 万维望远镜的 这个软件当中呢 你可以点到 左上角的北京社区 点到北京社区之后呢 它有这个全景图 点进去呢 排名第二的 这个就是有关FAST的 一系列的这个全景图 这个全景图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的 就是它从2009年选址 然后一直到2011年开工 到最后建成的时候 这个天文望远镜的 这个变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提到了 是利用这个CASTER的地形 在贵州省的平塘县的 一个叫做大窝荡的地方 你可以看见原本呢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就是自然环境是这样一个 四周全都是山 然后中间凹下去了 利用这个天然形成的一个凹底 来建成这个500米口径的 射电望远镜 那么这是2009年的情况 后来呢 到2011年 随着这个工程 不断的进度 已经开始 对周围的山体进行平整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在四周架设有 周围架设有基础的这个结构了 用来沉重的 这个望远镜 沉重的结构 在架势好之后呢 在2014年开始有安装这个 溃源的沉重的 中心溃源的沉重的 一系列的支柱 基柱 可以看见这个 随着平整的不断的进行 可以看见周围这个高架的 这个 钢架 以及内部的这个沉重的设备 到2015年的时候呢 是呈现了这个情况 已经有 周围四周呢 塔也架设起来 然后在中心呢 也开始搭建 用来要准备 要拼接这个镜面 以及溃源的设备呢 都已经 放置到这个 大窝档的 应该放置的位置 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 特别看见的就是 已经开始安装 射电望远镜的 这一块一块的板 安装好了之后呢 然后其实在 这个 这张图呢 还有反射面 这是它的反射面 然后你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这个 假如进入到这个反射面的底部 它里面是这样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 望远望远镜来看见这个 FAST它的底部 是这样的 这是周围的这个围梁 然后围梁呢 也是可以上去 然后可以看见这个 射电望远镜的 从上面来看的 俯视的一个效果 俯视的全貌 那么到了2016年的12月份 已经接近 竣工落成的这个时期 然后你可以看见 这个地方呢 就是站在这个 四号基墩 你就可以看见 下面有几个基墩 就1234 那么这是站在 四号基墩这个位置 所拍摄的FAST 可以看见 周围呢 已经接近落成的状态 就是在五号基墩 所能看见的情况 那么还是可以进入到 这个FAST的底部 我们来看一下 底部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排水的装置的 然后中心呢 位于这个地方 然后你仰视呢 可以看见 溃源仓 周围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FAST的底部 在周围呢 还专门有建设有基础设施 比如呢 平塘县的天文科技文化的客服中心 然后你可以居住在这里 当地呢也有开展有关天文学的旅游的项目 FAST它的目标呢 就是能够开展大规模的中性轻的寻天调查 以及脉冲心的发现 并且呢检测星际分子 检测星际通讯讯号 简单来说呢 可以用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研究的项目呢 它都可以包括进去 特别提到的是这个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就是许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探索 这个地外文明的这个信号的一项任务 它也是呢 FAST的科学目标之一 有关呢 FAST的地外文明探测计划 它实际上在2016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加入到了国际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项目 叫做SETI专案当中 寻找这个宇宙当中的智慧外星的通讯 那么SETI这个项目呢 你是可以利用家里的电脑 可以利用自己的电脑 去安装一个SETI的软件呢 它可以将一些无线电信号的一些处理的项目呢 交给分配给你 利用分布式运算的方式呢 交给你自己的电脑来运算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项目 在自己家里就帮助这些科学家 来进行有关无线电信号的研究了 事实上这样的利用地形建造的射电外远镜 它不仅仅在中国有家 在非常早的时候 阿雷西伯天文台射电外远镜 右上角这张图呢 就已经有利用这个地形来专门建造 这个射电外远镜的情况了 FAST它的这个球面要大的许多 上面这个呢 是阿雷西伯天文台的这个大小 下面这张呢 就是这个FAST的盘面的大小 除此之外呢 这个中科院的国家天文台 还有一系列的项目 比如呢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它的这个地面观测站 也有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呢 应该可能大家属比较熟悉的名字呢 就是这个莫子号 它是呢 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那它是中科院的空间科学的先导项目之一 2016年的时候就发射了 后来呢 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颗设计用于进行量子科学实验的卫星 而且呢 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讯 能够构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讯 以科学实验体系 上面呢 所提到过了非常多的天文台 比如紫禁湘天文台 北京天文台 上海天文台 当然还有上面还有提到的新疆天文台 还有一些观测站 比如长春卫星观测站 以及南京的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等一系列的一些机构呢 2001年的时候呢 最后组成了给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中国科学院的国家天文台 当今呢 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呢 包括了非常多的课题 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 观测的研究的科学目标当中呢 能够了解到 中国主要科学研究的 目前的研究的主题 它们包括有宇宙大尺度的结构 星系的形成 以及演化 太阳的研究 还包括呢 空间探测 以及天文的新技术 新的天文方法 等一系列的 这张列表上的任务 通过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 这个它的科研部门的设置 我们可以也可以发现 它的研究的领域呢 涉及到了天文学的方方面面 包括了多性史的 各个波段的 天文学的研究 比如呢 观学研究部 有专门的 星龙观测基地 LAMOS 还有太阳观测的 等一系列的任务 比如还有 射电天文呢 也有包括刚刚的FAST 等一系列的大科学的设备 还有月球以深光探测 有密云的观测站 专门可以应用于天文学的各个波段 各个领域的研究 那这一系列呢 就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主题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是中国国家天文杂志 中国国家天文杂志呢 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有专门设计 设置一个编辑部 这个编辑部呢 就位于国家天文台 中国国家天文的这个杂志 也是有专门和美国的 天空与望远镜这个杂志 有中国的独家版权合作的 那么这个杂志呢 有包括一系列的 中国最新的天文学的研究的成果 以及有关中国天文学科普的研究 天文学有关的科普文章 都有在这个杂志当中 如果呢 你对天文学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本杂志 翻一翻这本杂志 了解一下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最新的动态